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来到战国魏长城脚下 一只小小的铜管 为什么被称为 古代中国民族乐器的活化石 河南人都爱吃的烩面 到底有什么独特 就是它这个面 因为面非常的滑 来到黄河岸边 黄河鲤鱼和其他鱼有哪些不同 它这个鱼的体型是比较修长的 整个城缩写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41集 行走古长城品味黄河岸 离开贺壁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继续在河南省的行程 这一站我们到达的是新密室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河南省的新密室 那现在呢 虽然我们看到 这里已经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了 但是这里还依旧保存着一座 战国时期的魏长城 那在那里到底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现在就出发一起去了解一下 新密室位于河南省中部的松山东路 总面积1,001平方公里 人口约80万 设置组并没有在城区做过度的停留 而是直接来到古长城的脚下 你看我们现在就来到的是魏长城遗址 老师这个是什么时期 就确立了它是魏国的长城 这个长城呢 是当时一个后汉书 军国字记载 《愿有长城经洋武道尼》 就说当时的魏 我们这个地方是韩 这个黄河一杯那边叫魏 这也可以叫魏韩长城 魏韩长城 设置组来到了魏长城遗址 位于河南省福西山区 南起新密室查安村 向北延伸到武陵寨 在折向东北 一直到行阳市的王宗殿 全长大约15公里 被称为福西山长城 那这块的话 原来在当时起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军事地位 为什么会在这修筑长城 它为了防御西边的秦国 来侵略它 秦国是个大国 韩国 魏国都是小国 所谓的共同防御 秦国的清晰 秀了这个长城 王老师对我们讲 魏长城有2400多年的历史 当年进入长城是旧地取材 周边的古寨堡炮台 保存的较为完整 但这些都是清朝时期的 其中最有名的是 这座山脚下的镇源炮台 这个建筑建于1860年 它这个作用防止 过来的亡人进行破坏 或进行偷袭 在这修了个炮台 就是起了个扫索作用 这个是长城下面的一个炮台 这是长城中段 中段 中段的一个建筑屋 镇源炮台 建于清代咸凤年间 位于长城南端的关口上 这座炮台通高7.5米 平面东西4.92米 南北4.92米 轻石气柱 四周墙体都设有炮岩 整体保存基本完好 我看看 是往外打的 如果发现敌人了 他就可以去射击 所以说这个上面是人的 就是士兵的一个疗岸口 然后底下是支炮的 对对对 它是两层的 建筑整个是两层 其实现在我看的话 它这个整个轮廓都非常的清晰 这个有没有经过修缮呀 没有 它当时建筑的时候 这个地方 它已经把它雕刻得非常细致 很少见的 新密的位长城遗址 大体可分为南北中三段 其中北段保存比较完好 在向鲁山东坡的山腰处 长1249米 王老师带领试制组 登上这段长城 你看 我们沿着坡 走上来以后 就可以看到 这种零零碎碎散落的石块 这就是原来的这个墙体 是吗 对对 这些现在长城的墙体 它宽是三米五 最高的地方 现在还有一米多 一般都有70到50公分 新密的位长城遗址 已大部分埋在杂草之中 历经两千多年 这段长城在风雨冲刷下 已经不太清晰 我们沿着长城向山上行走 终于看到一些比较清晰的城墙 走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墙体就慢慢保存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 这段表现比较完整一些 而且我看它这个石块 跟我们之前看的不太严 它是这种片状的 是当地的吗 当地这个人叫片石 片石是吗 它这个石头 这个三种石头 都是这种薄薄的 一层一层的 那这种片石的话 跟其他石块 比它是材质更坚固了 不坚固这种 这种石头分化的比较强 你看看 分化 也是一层一层的 是吧 就容易比较容易分化 对对对 王老师告诉我们 这座长城地处重要关隘 自战国时期之后 不断有军事设施修建 沿着长城一直向上 就来到一座古寨宝 你看 我们刚才沿着长城 这个脉络走过来了以后 看了就看了一个寨子 老师这个寨子是什么时期的 这是清代的 叫古灵寨 它当时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会在长城的 最边上 然后修这样一个寨子 这是长城最边上 这是山的最高峰 最高峰 这就是过去老百姓 避难的地方 长城这边是防御敌人 防御它外来到这里侵略 来着抢东西什么东西的 老百姓进到这个里边 他够不到 冷冰死去的 没有抢没炮 他们拿那个刀 他进不去 所以这就比较安全的 安全脑溢 无灵谷寨宝 建于清朝先锋年间 整个寨子呈圆形 周长1800米 现存的石柱寨墙 高6到8米 我看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 这个它能容纳多少人 估计两千两三千人 没问题 两三千人 几个村子人都快到这来 无灵寨东西有寨门 寨宝南北是悬崖 可以说居高临下 异手难攻 王老师对我们讲 这些长城古寨宝 同属于军事建筑工程 可攻可守 因为在城墙上可以射箭 放滚木雷石 虽然天气不是很好 站在寨宝城墙上 还依稀可以看清 这座长城的走势 你看那边 往那个西北方向去 那个白线 那就是长城一支 就是我们正前方的这条线吗 对对对 然后之后再往北走 走到那边 走到那个叫沙步堆 然后到了拉住山 最后进入这个 行仰的有王宗殿 那个就是长城 进入新密的一个最北端 整个的5.8% 我们这儿是最南端 从这座年代久远的 长城上走下来 设置组沿山路前行 来到新密市的超华镇 这座小镇得名于 隋朝时期就已修建的超华故事 当地人告诉我们 超华镇保留着比 未长城年代更为久远的古月 吹歌 在向导李宗银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吹歌队的一位 老队员家中 这是咱们吹歌队的宋队长 宋建忠先生 您好 您好 这个我特别想了解一下 因为超华吹歌 据说是很古老的一种演奏 它是什么样一种演奏形式 是吹出来的那种歌吗 不是 它过去叫鼓吹 以鼓吹的形式 是一种非常宏大粗犷的这种音乐形式 吹歌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吹走乐演奏形式 大约起源于商周时期 距今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其中超华吹歌 距今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李宗银对我们讲 吹歌曾经是吹走乐 和打击乐组合的宫廷音乐 包含的乐器很多 这些就是您说的 吹歌里边的各种乐器是吗 对 那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声 声 这个声的话 我看是用竹子做的 对 是吧 对 那这个声一般是 您原来流传下来的 还是您自己现代的这种声啊 这是我们叫祖传下来的 这个是祖传下来的 多少年历史了 现在是1943百多年 三百多年 它这个实际上就是国去那个 滥鱼冲出的那个鱼 然后我们现在管它叫声是吧 宋俊忠对我们讲 在吹歌队中 他演奏的乐器就是声 但是吹歌中最重要的乐器 叫做管子 这种乐器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它这个朝号吹歌的管子 它是和其他地方的都不一样 你想河北的管子是木管 还有那个珠管 而这个是铜管 铜管院 铜管 人家的管子是上戏 上戏下戏 但是它正好翻着 这是上戏下戏是吧 宋俊忠说 虽然身为队长 但他对管子的演奏却不精通 因为这种乐器太难学了 学习这种古老的乐器 使用的还是中国古代特有的 工车谱 它不同于五线谱 也不同于简谱 我知道 这其实就是跟我们五线谱那些是一样的 和简谱是吧 对对对 代表的就是每一个调每一个音节 但是又不一样 它缺少半音 就是西和斗子间是半音它没有 中国的五声音乐里面就 原来老祖宗传下来的 就没有这个东西 就没有半音 咪和发 戏和斗 超话吹歌的曲牌有三十多首 其中以传令 五六上 清和令 撞倒墙为代表 演奏过程中以组曲形式任意反复 形成一种独特的演奏风格 当天下午 宋队长组织他的吹歌队员们 为我们演奏一场超话吹歌 我说他们现在这个吹奏的乐曲 什么乐曲啊 是明年的一个壮盗墙 像现在我看他们乐器种类非常的多 这都有什么呀 他们主要是一个乐团 主要还是中间这个两个管子 这两位 应该是四盘声 这是现在的三盘声 吹歌的主要乐器管子 自从商代就有 以木质 竹质为主 现在使用的管子 是纯黄铜 金珠而成 专家将它称为 古代中国民族乐器活化石 超话吹歌队伍中同时有两支管子 一个高音 一个低音 雨声 笛 鼓 云螺 脑 波等乐器配起来 有着特殊的韵味 演奏结束后 记者专门来看看这件特殊的乐器 当这个管子吹奏的时候 特别难 是不是 对呀 我们这里有一句句话 叫做年小月地 当下僧 三年的管子不中停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个你学吹小 学一年 这个小就 学会了 学会了 不说太好 吹太好 但是这个人能听出来 这次吹什么渠字 一目了然 这个月地子一个月 这弟子就学会 吹个多忙碰什么小说 当下僧 僧子要密登过来 他要密登僧 要密登过来就会 这三年的管子不中停 你吹三年 这管子汉字 都学会 当然了 王国庆老师 是管子演奏的非裔传承人 今年55岁 他从17岁就开始学习管子演奏 向导告诉我们 如今在心里 只有王国庆与宋文健这两位老师会演奏通管 在全国范围内 掌握通关演奏的乐师也寥寥无几 在我们的邀请下 王国庆老师让我们近距离地感受这间乐器 我就准备吹您那个颤音了 您教导我这个音是怎么吹出来的 我试一试 这个音啊 高音 看着也不难 高音在下边 你看 现在吹拉豆 咪软 因为咱说是公尺不满 所有的音都是公尺 然后这几个音节 它是池上四合饭 拉扫咪软豆 这个就是池字 池 一池一池那个池字 这个是啥 这个是死 喝 饭 指法确实又有点难 超话吹歌的管子长16厘米 上粗下细 正面七个孔 背面一个孔 每个孔同时能发出三个音 用力大小不同 产生的音高就不同 所以它的演奏难度相当大 我们的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像把什么都发在这 对 想不到这小小的童馆 初学者竟然都很难吹响 更别说演奏了 王国亲告诉我们 他也是学了三年 才只能吹出来一段完整的乐剧 所以几十年下来 能够坚持不断学习 练习管子演奏 全屏的是一种毅力 超话吹歌的行规很严 为了保持音乐的高雅 不能为婚丧嫁娶服务 只用于拜会朋友 参加典礼 庙会等活动 三百多年来 吹歌队始终恪守这项规矩 如今他们的目标 就是发觉有兴趣 有耐心的年轻人 把这门记忆传承下去 行走卫长城脚下 品尝一碗地道的河南会面 像这碗块 我一个我去葬了 第2个 这个碗 你也吃三碗吧 来到黄河岸边 看看黄河鲤鱼 到底有什么不同 这个鱼特点 你看我就是旁边那些鳞 全是金黄色的 是吧 然后旁边这个尾巴 是那种发金发红色的 还有这个鳍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141集 行走古长城 品味黄河岸 正在播出 在魏长城所处的中原大地上 有一道美食家喻户晓 叫做会面 它在河南省范围内 有着极广泛的分布 几乎每家餐馆都能点到 其中最为有名的有两家 一家是和纪 一家是萧纪 摄制组莫名来到其中一家 你看其实现在已经过了 中午饭点人最多的时候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依旧在这吃面 我们去问一下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在这吃面 都是本地人吗 是的 本地人那是不是经常吃 一个会面 是的 觉得口味怎么样 味道挺不错的 在中午我觉得特别的出名 特别出名 摄制组来到餐厅的时间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吃会面的顾客依然很多 许多人还是从外地牧民而来 我看你们这还放着旅行箱的 是专门来吃的吗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游客呀 外地的 你是哪儿来的 山东的 山东来的 是来旅游吗 不是 我们来住 那来这儿的话 是专门来吃这会面的 还是听别人推荐 自己偶遇到的呀 别人推荐的 推荐的 那你来这儿 每次来都吃 来过好多次了 为了看到河南会面的制作 究竟有什么不同 摄制组联系了餐厅的负责人 马世伟 让他带领记者到后厨看看 这个就是已经在做这个会面了 是吧 对 那一般做会面 我看现在是在煮 之前第一步是干嘛呀 不是 它这个后边 那个打面在后边上 到这一边上 还是半成铁 像这个配好的菜 还有那个菜 它是两种 一个是肉 一个是菜 一个是面 这是最好的汤 最好的汤放在那里面 汤有什么讲的吗 因为我听说会面 其实主要还是在于它的汤料 是吧 对 实际面就是一碗汤嘛 其他的就无所谓 那这个汤里面都有什么呀 我们这个汤里边有十八种料材 料材 因为所有的大料都是料材 中药吗 中药 中药 我们是早上三点钟上班 要做这个汤 三点上班 对 要做这个汤 到七点就完成了 就是要熬 中间我看是四个小时的时间 它还要弄缩呀 马世伟对我们讲 会面的精华潜在于汤 会面的汤 要用上等嫩羊肉羊骨 一起煮五个小时以上 先用大火猛滚 再用小火包 其中加入十八味中药 包出来的汤色白白亮亮 所以又被称为白汤 我现在看 那现在已经师傅在这个拉面了 是吧 这个拉面的过程 有没有跟其他拉面 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包括它的配料 它这个面的配料 跟一年四季 随着气息的变化 还是变化 不一样啊 对不一样 冬天是冬天 夏天是夏天 冬天是冬天 那里边放的 或者碱的或者盐的 或者水的温度 它是随着气息的变化 还是变化 天气越冷 这活面的水要热一点 天气越热 活面的水要凉一点 所以我觉得一个东西 它好吃或出名 在于它的其实细节上面 是吧 细节是决定成败的东西 就是细节 河南会面所用的面 被称为扯面 类似于拉面 但稍有不同 一般用清白面粉 对入适量盐碱 活成软面 经反复揉搓 增加它的韧劲 下面时 锅内放原汁肉汤 将面扯成薄条下锅 放上黄花菜 木耳粉条等配料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有些小门道 是不外传的 比如锅的放置方式 就有讲究 我们这个专利 我们自己设计的 它特点在哪儿啊 它是上下的 它是过去这个是用煤 我们都是上下的 上下的 上面是煮的那个面 因为这个面 下面是灰这个面 这是煮一灰 面里边有碱 有盐 通过这个锅 让那个东西飘出去一部分 另外这个面 这个面汤味 也让它飘出去 那么做到这里边 这个汤呢 就比较正宗 等于是先过滤一遍 我可以这样理解吧 你要是用羊肉汤 你把生面直接下去 里面有那个面 它又有个面汤味 这个羊肉汤味就不纯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 做出来的这个汤 其实很纯的 对 所以我们上面叫飘锅 就把面飘一遍 飘出去了 你看 你可以到其他会面馆 你看 你可以试一下 经过飘锅的面 吃的是光滑 没有经过飘锅的面 吃的是盐 盐 对 在厨房里说着 一碗碗香喷喷的烩面 都被端到了餐桌上 记者也想尝尝 正宗的河南烩面 是什么味道 你看我们这一碗 香喷喷的这个烩面 就已经上桌了 老板这一般怎么吃法 先喝一口汤 这是原味的 就是没有加任何配料 什么都没有放 我先尝一口 先喝个原味汤 因为这个上面 就是没有加任何的配料 所以原汁原味 它出来什么样的 这种高汤 就是什么样的味道 我首先尝出来 它是有一点 这种羊肉的那种 微微的鲜味 然后上面它还飘着一层香油 所以感觉口感很香 很润 放香菜 你再尝一口 又不一样 又有一个味道 看看 它这个香菜的清香味就出来了 它又有种味道 想不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碗面 吃起来还有如此多的步骤 记者终于将配料调匀 尝一尝烩面的口感 刚才我尝了一口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尝这种 汤的味道以外 我让我最吃惊的 就是它这个面 因为面非常的滑 一般我形容 我觉得嫩的话 我都会形容肉啊 这些鱼肉啊之类的 但是我吃这面 你看从这个表面上 能看出非常的光滑 而且吃到嘴里 也是非常嫩 非常滑的那种口感 这个面打出来 活成以后 掐成面剂以后 要用油把它封起来 其实这是那种油光的那种感觉 油把它封起来 这个面呢 它就拉出来 就是油光油光 洛阳的水席 开封的包子 郑州的会面 是河南齐鸣的三大美食 关于会面的由来 众说纷纭 有人说 它来自于 昔日唐凯宗李世民的 征战部队 有人说 它发明于抗战期间 但不管怎么说 如今 河南人对会面的喜爱 是其他食品不能替代的 像这碗饭 我一顿要吃三碗 一斤二碗 这个碗 您吃三碗吗 出差 要吃碗灰面都走 坐火车回来 第一件事 就是到灰面碗吃饭 吃碗灰面 回家 就是到了外地出差 回来的第一件事 还是要吃灰面 对 外地都没有 外地也没有 就是有也不是热味 坐会儿也不一样 所以说 这就是一方水头养一方人 就是到哪儿都想念 这一口家乡的味道 是不是 而且你看外地人 我外地好多朋友 做餐饮的 他们到郑州第一顿饭 肯定是喝酒 会面 然后不管在这儿 住两天也好 住三天也好 走到最后 你等着 不管几点走 九点的飞机 十点的飞机 也得吃饭面 马世伟告诉我们 别小看这简单的会面 仅他家一年就售出 两百多万碗 全郑州大大小小会面馆 不计其数 来到河南不吃会面 绝对是一种口味上的遗憾 来到黄河中下游的分界处 为什么这里的鲤鱼最独特 比这个一般的品系 比这个鲤鱼的要肥 肥 河南名吃鲤鱼背面 细如发丝的背面 搭配鲤鱼味道如何 觉得可能它会很松 但是吃起来觉得 它这种炸锅的很脆 很蓬松的 那种酥脆的感觉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41集 行走古长城 品味黄河岸 正在播出 摄制组沿着福西山长城的脉络 继续行进 这座长城的北端 已属于行阳范围 来到行阳 也就来到了黄河岸边 当地人对我们讲 这里最出名的是 黄河大鲤鱼的养殖区 在向导赵建伟的带领下 摄制组来到鱼塘边 赵老师我看 这里的鱼塘规模非常大 它的整个规模有多少亩 我们这个示范区 一共是有三万多亩 咱们看到的这一片 连片面积有18000亩 目前是全中国 但属于养殖里面 连片面积最大的一片 那整个这个鱼塘 它养的鱼类有多少种 据我所知 这一片鱼塘养殖的鱼类 有十几种 以黄河鲤鱼为主 摄制组所在的区域 被称为万亩鱼塘 这里紧邻黄河 处于黄河中下游的分界区 虽然不是在黄河水域里养殖 但这里的水 却更是以黄河鲤鱼的生长 我们现在看到水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从500度提灌站 直接提灌过来的黄河水 其余不足的部分 一般用井水去补充 井水基本上也是从黄河河底 通过泥沙过滤 抽出来的黄河水 水质更加清洁 天下这个黄河鲤鱼 其实以黄河中下游最好 黄河中下游 我们形养正好处在 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 我们这个示范区向东去 就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 出了这个分界点 往郑州去就是下游了 赵建伟向我们介绍说 如今这片区域黄河鲤鱼的 养殖面积已超过三万亩 产量达到1.85万吨 附近的村民都以养鱼为生 在路边 市值组就看到 里湖村民正在围网收鱼 你们好 捕鱼捕了多久了呀 一上午 一上午 那一般情况下 几点得开始捕鱼啊 九点那种了 六点多钟就捕啊 那一直捕到几点 几点要一天工作啊 那今天是中午 中午 中午晚上十三点 晚上十二点 从上午六点 您打了多少年了 十年了 捕鱼的农户告诉我们 虽然天寒地冻 但这也是他们很开心的时候 把池塘的水抽干 一往下去 就有一万多斤的黄河鲤鱼 之后他们就可以休息些日子了 老师这个是不是把 这个最后一波鱼捞完了以后 他们就要把水抽干了呀 是 这个鱼塘抽干之后 就要消毒了 消毒清洁是吗 对 每年清糖的话 他们时间是有规定的吗 有季节性的吗 一般是每年四到五月份清糖 清糖 进行消毒 所以每年这个月份都是清糖 然后进行新一年的一轮的养殖 对 捕鱼人忙得热火朝天 在岸上收鱼的大哥也没闲着 一框框黄河鲤鱼接连不断地被送到岸上 黄河浅滩富含鱼类生长所需的各种营养颜类 而料生物丰富 为淡水鱼类繁衍生长 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也是行洋历史上盛产优质黄河鲤鱼的重要原因之一 鱼塘的主人告诉我们 仅这一个鱼塘 一年可以产八碗斤黄河鲤鱼 为了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养鱼的生活 赵建伟连我们找到了资深的养鱼人王欣利 你好 这些都是您的鱼塘吗 对 都是您的 您大概这个鱼塘有多大的规模 我们这边是一个合作社 实际掌握土地就是4600亩 4600亩 对 王欣利有着30多年养殖黄河鲤鱼的经验 村民们非常信任他的技术 纷纷加入他的合作社 现在有了六七十名社员 他对我们讲 想要养殖出优质的黄河鲤鱼 鱼苗品质好 水好 环境好 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这边就是我们自己创新的一种模式 这个鱼塘不一样吗 对 你看其他的 表忠化鱼塘它是四四方方的 像这个就是整个一个放野生状态 放野生状态 这也就是说 给这个 反映密度是很低的 我们这 表忠化养殖木产四千斤 这种的是木产四百斤 整个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吧 对 十分之一 王欣立告诉我们 他们的这种养殖方法 叫防野生状态养殖法 虽然密度低 产量也少一些 但是鱼的品质好很多 你看现在我们是到这个池塘边 首先我看那个水非常的清啊 水它就是水质很好 而且这个水呢 但是全部用了 咱所在位置是在黄河潭区 而我们呢 是用了这个地下水 它是黄河水 通过地下侧升过来 杀层过滤 我们再给它抽出来 夹到这里边 出来这个鱼 就是说金鳞齿尾 体型缩长 这个鲤鱼长度 从头到尾 是它这个身高的 3.5倍以上 这才是黄河鲤鱼 体型很修长 是吧 金鳞齿尾 体型缩长 是黄河鲤鱼最显著的特征 这种鱼动作敏捷 很有灵气 自古有着鲤鱼跳龙门的传说 被誉为龙鱼 王心里带领士之组 来到它的赞扬池 捞起两条黄河大鲤鱼 这个大概是几斤的鱼啊 这个就是有个两斤七八斤 这个算个大的了吗 不算 这还不算个大的 对对对 这是正常的 正常的 咱这里边最大的就是有十几斤 十几斤啊 对 咱这方叶绳装 它酿出来这个鱼呢 它的内脏很小 内脏小是吧 对 肉壁厚 肉壁厚 对 而且我捏起来啊 就感觉很弹 对对对 就非常有弹性 对 非常有弹性 它这个就是说很光滑 很光滑 不像其他的那个 那一些鱼呢 磨起来瑟瑟的 黄河鲤鱼的头部小 体长围头长的四倍以上 背脊线呈缓慢上升的弧形 腹部曲线稍平直 没有大肚子 围柄窄而长 使整个体型看起来 线条流长 修长 呈缩子型 形阳处于黄河中下游 交汇之地 水纹水质的变化 使这里的黄河鲤鱼 成为鲤鱼中的上品 而这边最有名的美食 鲤鱼背面 也是所有游客 一定要品尝的 在王心立的带领下 设置组来到 黄河旁边的一个小餐厅 这里的厨师 就会烹饪这道名菜 您好 您这个是在做什么呀 在做这个鲤鱼背面的面 面是吗 鲤鱼背面的上面 就是还是有面的 对 那这个面是我看您 就是普通的这个面团 然后给它撑面是吗 对 它这是高筋粉 背面有什么特点呀 我看您这一直在拉这个 它这特点就是一个细 细如发丝嘛 细如发丝啊 对 那现在就是 你看我们现在还是一团面 我很难想象是细如发丝 是怎么拉出来的 鲤鱼背面 原本是开封离道传统名菜 如今已推广到全河南 乃至整个黄河流域的范围 这道菜对面的要求较高 将白面对乳精盐 捡糊成面团 在案板上反复揉搓拉扯 直到细如发丝 哇 我撑不起来了 我看一看 你看 太细了 真的跟发丝一样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刚才还是一团面 现在已经这么细了 那这个面以后拉好了 是不是就可以下油锅了呀 对 这种拉面之所以被称为背面 因为它不是用水煮 而是用油炸脆 这样背面口感蓬松酥脆 可以充分吸之 你看这个面倒锅里以后 然后因为它特别的细 所以倒锅里以后 立马就感觉是像一个堆小泡泡 不像是面条 像柔化了一样 我刚放在这个面 刚放在里面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这是泡沫 不像是一团面 这个大概要炸多 就是在锅里要热多久 要一分钟左右吧 热一分钟左右 鲤鱼背面拖沓于山东名菜 糖醋溜鱼 所以做鱼的方法 沿用的是传统糖醋溜鱼的方法 将黄河鲤鱼裹好面 等油锅六成热时 将鱼下锅炸至 用勺推动 将汁不断撩在鱼上 你看我们这个鱼 马上就要出锅了 这个鱼炸出来之后 因为它本来就是特别的修长 它加上油炸之后 它的两边会更加的膨胀 所以整理这条鱼 感觉特别的大 特别有富贵的感觉 而且旁边津津灿灿灿的 那这个之后呢 要做什么呀 就是做那个糖醋溜 糖醋溜 鲤鱼出国后 浇上调好的蘸汁 再盖上刚刚炸好的背面 这道鲤鱼背面就制作完成了 你看我们这个鲤鱼背面 就已经出锅了 刚才还是细如四这个面呢 你看从现在已经炸完锅后 特别像一个干粉丝一样 那这个整个这个背面 背面和鱼 它要先吃哪一道啊 有没有一个吃法 这个肯定是先吃面了 这个你用这个面 蘸上这个汁 酸酸甜甜的 非常好吃 哦 先吃面 对 面是干脆的 干脆 我看一看 蘸上汁酸甜甜的 这撑起来以后 特别像一个根龙须一样 特别的软 我蘸点这个汁 尝一口 看 虽然看起来 它可能炸过以后 觉得可能它会很松 但是吃起来觉得它是那种炸过的很脆 很蓬松的那种酥脆的感觉 对 再加上它这个汁是酸甜口味的 所以特别想像这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小零食 再加点这种小甜面酱似的 对对对 背面细如发丝 蓬松酥脆 味道甜中透酸 酸中微咸 王欣立对我们讲 在古代中原地区 每逢农历二月初二 都是龙抬头之日 请客都要吃龙须面 串门送礼 也都送面 是吉祥喜庆的寓意 尝一口 这个黄河鲤鱼 是什么口味的 嗯 这条鱼是我们从这个养殖场带过来的 是现杀然后现做的 所以特别的鲜 尤其它这个驴经过油炸之后 外面真的是那句词外焦里嫩 就是来形容这种口感的 外面酥酥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鱼又很鲜很软很嫩 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老师那这种鱼的话 是河南当地是不是特别有名的一道菜 对 这个鲤鱼背面是作为我们河南 比较传统的鱼菜的一种 相传了当年慈禧乐火焦 经过我们河南 就是吃了这道菜 这个就是说 再加上这种鲤鱼背面这种做法 是酸甜口的 对这个特别是女士或者小孩 对 比较喜欢吃这一道菜 王欣离对我们讲 鲤鱼背面的精妙就妙在一道菜肴 两种失去 有鲜食龙肉 后食龙血美育 成为河南演习上 必不可少离到美味佳肴 细节上的讲究也是数不胜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刀 八刀 对 国瑜大了你骗着八刀 可以带太宽就入不了味了 一条好的黄河鲤鱼 做出来它正常来就是说 甘鲜嫩爽 这个肉质不能面 不能菜 用现在的话 现在小朋友话说 要比较Q 比较淡 Q它这个 对对对 这样它才具备一条好黄河鲤鱼 你看它这个肉是非常厚的 对 非常厚 其他的鲤鱼 没有这么厚是吧 这个肉绝对没有这么厚是 很棒 除了肉质与此 我加一块 对它这个是非常厚是吧 特别的厚 肉中边这个层特别的厚 对对 然后你看它还非常地 非常地这个就是说白 非常弹 非常弹 而且你看这个纹里 它这个肉质可能是非常地清晰 纹里清晰 所以吃起来口感 它也是一块一块 这种很好 入口很好嚼的 对 坐在黄河岸边 吹着栩栩清风 品尝一条美味的黄河鲤鱼 市制组这一次的行程 也已经告一段落 关于古长城的故事 还没有讲完 市制组将继续出发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青春 她公司宣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监视 大阶 室监视 下一次 也юда 粉 谁与勇武钗 谁在吟唱那首初赛 一腔血始终澎湃 起伴我长风万里 无前载平泽节拍 一方轻转一曲万人的姿态 且盼我装置豪迈 万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水影前有长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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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